人人当头是颜言 旧高照是秋子 我们看一下一马援助金 一马援助金它也是一个例会人民的事情 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课题 是的那这个根据那集就说了 这个今年申请一马援助金呢 8277391名申请者当中呢 政府呢已经批准了515万个 然后3238个申请 那将会从这个本月18日呢 起分阶段发放援助金 那这个是以年龄层来看呢 获批最多年龄层是介于21到30岁的 以及60岁以上的这个人民 那总共有278万2799名申请者呢 将会获得1200令吉的援助金 那剩余的就是有900令吉 以及450令吉的援助金的人 对同时呢 那集他也说好 特别提到几个三个地方 一个是这个雪兰俄州 另外的是沙巴和沙劳越 那么他说了 他说申请者获批最多的呢 就是雪兰俄州了 今年是有666,316名申请 是获批的 那那么雪州的人民应该表示感谢嘛 然后另外的这个还有沙巴哈 沙巴还有40万 还有以及沙劳越 还有53万申请也获得批准了 看政府其实对我们还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呢 它确实也是一个 例会民众的一个事项 包括我们每一个申请的人 如果是申请获批之后 真能够获得这些这个援助金 包括1200令吉 包括900令吉 包括450令吉最少的这是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 我们大选马上或者是即将来临了 即将来临之前呢 我们这个印马援助金的发放 似乎也让人会产生另外的一种疑问 这种疑问是不是在民粹政策呢 尤其提到雪兰俄州 沙巴州和沙劳越州 但是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就 敦马呢也现在是站在反对党阵营 或者是在野党阵营 他一直以来 哪怕之前呢 敦马在巫统的时候呢 他也是一直是反对一马援助金的 但是那已经没有听他了 就一意孤行啊 做到现在 所以呢 敦马出去之后呢 加入在野党阵营之后呢 他也或许这个课题 也成为在野党炒作的一个课题了 然后这是这件事情 另外的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教师培训的事情 教师培训的事情 现在教部啊 想培训更多的师资 培训更多的师资 要干些什么呢 嗯 这个张胜文呢 就说了已经在探讨呢 未来在大马城里 东南亚的中心传播中心 呃 中文传播中心 那就是为了进行更多的师资培训嘛 主要呢 就是为了统一和有规划的推动 汉女教育 真正进入专业化的教训模式 呃 这个他就说了 这个从华小的市区看来 是有很多非华裔的学生 是有兴趣学华文的 那华小已经不再是华人的教育了 而是各个种族呢 乃至国际的这个教育 所以呢 呃 如今呢 就是面对呃 华小老师呢 面对最大的挑战呢 是在不影响华小 以华文做呃 作为第一教学 媒介的前提之下呢 来教导非华裔的学生 呃 也就是说 就是要用不是华裔的方式来教华裔 所以你必须要进呃 你必须要有这个探讨东南亚的这个中文传播中心 嗯 是 来让更多人结束华文 对 我我在想这个这个倡议 他究竟能不能实施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副教育部副部长张盛文 他也是这个马华这方面的呃 青年团团长 是吗 没结束 还是现在生了 呃 那么现在生了 但是但是他说的建议哈 将探讨未未来 一个是探讨 一个是未来 在大马城里 东南亚中文传播中心 呃 这个事情呃 着眼点是在于 他真的能不能落成 呃 但是就我观察 还有判断来说呢 这个落成的机会是很渺茫的 嗯 为什么呢 呃 呃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其实是政治方面的一种考量 嗯 呃 为什么政治方面的一种考量呢 就是呃 我们马来西亚是由不同的族群组成的 这么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呃 但是就是主要的人群是 马来人口还是占百分之六十八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的 那么华人人口也占百分之二十三到二十四左右 那么如果在赞马城里 东南亚中文传播中心 那证明我们中文必须要好 我们中文必须要拿得出手 我们才能够当成为传播中心 那这个当传播中心 他毕竟要涉略到中国的一些事情 呃 那么在我们族群敏感性这么一个政治考量层次来说 呃 我在怀疑呃 是不是国家呃 真的有这种胸怀 就是能够建立一个东南亚中文传播中心 因为他是有个政治敏感性在这里边的 这是这是我们这个不多说了啊 呃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龙兴高铁的事 龙兴高铁呢 呃 他呃 现在要为一个财团为合作伙伴 因为我们一直都关心龙兴高铁 龙兴高铁他不仅 他呃 他不仅仅是这个为我们的民众能够提供一些呃 出行的便利 但同时呢 他也涉及了一些外交关系 嗯 是的 那现在马来西亚高铁机构呢 和新加坡陆路交通局呢 已经围绕了一个由三家公司组成的财团 为龙兴高铁计划联合发展伙伴 那这个根据文告就说了 这个财团是由代码WSP Engineering私人有限公司 Mod McDonner 呃 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 以及这个Earns and Young咨询呃 呃 服务服务私人有限公司所组成的 那呃 这个主要呢 就是为了给予这个龙兴高铁系统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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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管理和技术支持 未来呢 也将呃 设立这个龙兴高铁所需要的技术 以及安全标准的管理 嗯 那么同时呢 这个联合发展伙伴呢 也将会协助马来西亚高铁机构 和新加坡陆陆交通局准备之后的竞标文件 尤其关注于双方在该计划当中的利益 呃 其实这个意思呃 这么一说来就是很简单了 那么这个财团究竟是什么作用 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呃 就是假如说 因为因为马来西亚高铁机构 以及新加坡陆陆交通局 它属于官方机构 呃 他实施这种商业运作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他就委托了一个三家公司组成的财团 财团 那么这个财团的这个组织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主要的作用就是啊 负责招标啊 负责这个安全标准的管理 还有所需的技术的管理 这些一系列所有的这个关于龙兴高铁 所有的事项都委托给这三家财团了 三家公司组成的财团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三家公司财团是怎么竞标上的 我们也在想 我估计很多的公司都想成为这么一个财团终结构 因为这里边有水是很多的哈 但是不许就不知道这三家的这个公司是怎么样 竞标上的啊 让人唏嘘 哈哈哈哈 呃 应该是有特别的关系吧 所以才会才会这么好的 就选择了他们这三家 我也希望就是呃 他们的管理呢 确实就是可以很好 就毕竟呃 对于这些马来西亚的这个公共交通交通呃交通也是 其实要说发达它也不是很发达 要说不发达它也挺发达的 所以呢 如果说是由这这呃 私人公司的来做的话 就希望呃 在某些方面呃就是可以特别的就是去去去关注啊 尤其是呃就是这些安全标准的管理啊 以及技术上的这些支持啊 真的马来西亚的公共交通非常需要这些 对是的 呃我我我我们也期望未来的龙兴高铁快点建成 有利于人民的出方便出行 呃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个跨亚跨亚太这个跨亚太合作或者是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议这个协议呢究竟是去呢还是留呢 随着美国的新总统川普上台之后 他就成为了一个疑问 那么我们大马究竟应该怎样去定夺这件事情呢 嗯 这个呃 根据我们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的部长呢 他就透露说呃 马来西亚呢将会在五月越南举行的这个亚太经济合作论坛 APAC 呃会以后呢 才会决定呃 这个马来西亚是否会留在TPP里面 那这个呃 他说到时候呢 马来西亚才会有更清晰的立场 呃 就是就是加入双边贸易或者是继续留在TPP 因为他说对于这个马来西亚而言呢 如果TPP没有了美国 那这个协议呢 确实是失去了它的这个吸引力 因为美国呢 是TPP里面最大的成员国 那美国国内的生产总值呢 是占了整体的60% 那美国的退出呢 会削弱了这个马来西亚参与TPP的主要动力 嗯 是的 因为这方面的一些协议相信呢 呃 在过程当中 因为因为任何的一个协议 协议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参与的话 他都会首先考量 就像一个人一样 我想参加参加一个组织 那么呃 我我想达成呃 一项目标 但是呃 这项目标 我得衡量 它是有利于我 还是呃 现在不利于我 如果是有利于我的话 那我就继续参加 如果现在因为某些改变不利于我了呢 我可以去退出 呃 这手下要看是不是有利于马来西亚的未来的经济的发展 如果没有太多的利会在里边了 相信马来西亚这方面也会重新考量是否还会留在跨太平洋 跨太平洋关系伙伴协议当中的当中的这件事情 呃 回过头来呢 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正兰在大马被暗杀 呃 我们国内民众的一些反应 哈 嗯 是的 那这个随着这个金正兰就被暗杀了以后呢 这个民众呢 就质疑 是不是机场的保安系统出现了漏洞 所以导致这个干案者呢 可以轻易下手 那呃 这个根据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出版的乘客指南策子呢 这个KLA-2的机场 总共是有14个海 14个海关安检站的 那军设在抵达和出发大厅 那乘客呢 就必须先办理登机手续和行李托役 接着在通关前呢 核对机票和护照 然后办理通关的手续 那乘客呢 就必须通过安检 而安检站只是设立在每个登机入口 一旦完成了这个办理登机手续了以后呢 乘客的托运行李呢 则会通过自行行李探测器系统进行检测 那此外呢 乘客在通过这个过关以前呢 也会被要求核对机票和护照 确保名字跟机票的名字 这个名字跟机票名字是相同的 同时呢 如果持有大马电子护照 就是可以直接通过电子护照 我们快速通关 那这个 根据大厅内的这个警卫对人员驻守 就说了这个金正男呢 其实他是在大厅的范围 遭到两名女刺客喷射毒气和手帕 握着脸和脸部的 那其实我前阵子才去了这个KLA-2的机场嘛 那如果你说他的这个保安系统出现漏洞的话 我倒觉得其实 还好耶 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整个过程呢 其实是蛮 那个是蛮延伸的 那个保安 就是你要真的是一直一路过关斩将 是没有 没有让你有一种过关斩将的 过关斩将的一个错觉 然后你的这个IC呢 你是要随身随身拿着的 因为他就一直会去检查 然后这个整个保安系统我觉得做的也不错 而且你的这个机场呢 到处都是保安 是的 这方面说质疑说有安全漏洞 其实你看啊 任何的一个机场 他都会有一些安保 你包括在门口的部位上 他有一些安保 首先是门口 但是在来回巡逻 也有一些邪警 也来回巡逻 看发生了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是不是需要帮助 这些事情呢 都会在马来西亚国际机场 都会有这些 相信 只要是去过机场的人 都能够注意到这些警察 在门口守卫 包括来回有巡逻的这些邪警 也在巡逻着 那我 但是 我也相信任何的其他机场 包括首尔机场 包括日本机场 包括中国机场 他也会是在门口 或者是说来回巡逻 有这些人 但是 都会 但是都会有疏忽的 就包括 假如说 邪警正好到那边 那个区域 这两名干案的女子 正好是在这边 看着邪警不在的时候 也就是仅仅 十秒钟的时间 就把这事做了 做了之后就逃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相信不仅仅是在 它是发生在 马来西亚 吉隆坡国际机场 即使它发生在 在美国国际机场 或者是在日本 韩国 中国的国际机场 相信这样子的事情 也 也 也很 警察也不可能 百分之百的 能够抓住这种现象 能够把它制服 所以 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还是需要 我们理性的去分析一下 好 我们这段 新闻评出这段时间 就到这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 呈现我们的课题部分 感谢您的课题部分 感谢您的课题部分